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是结婚15年才有的我 我很难不留在父母身边 他为什么就不能离席我呢 难道我们就真的要面临毕业教分手呢 大四的孩子 除了要考虑工作之外 还在考虑着情感 希望老师好好帮帮这一对 来 掌声请出他们 男嘉宾小李22岁来自内蒙古是一名学生 女嘉宾小徒23岁来自江西也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两位 欢迎两位 是大学同学吗 是 同班同学 小片里说必要分手的原因是因为两个人就要分开两地了 是吧 是 你父母说结婚15年才有的你 父母60多岁了 快70了 不容易来的一个孩子 对 所以你肯定是要回江西 是吧 是 然后我就希望他能够和我一起回江西 为啥不去呢 其实我也蛮想留在江西 但是可能考虑到自己家里面也有一些问题 是这样子 我从很小的时候吧 就一直生活在单亲家庭里 然后我母亲呢 是一名医生 经常会主导一些手术 就是本身就特别的忙 然后我初高中都是在外地上学 然后我母亲每周都会来返就是七八个小时 就要去看我 然后我觉得母亲特别的辛苦吧 妈妈有再婚吗 没有 你看我初高中都没在家上 到了大学毕业了 我还不在家的话 可能就没有时间去照顾我母亲 我明白了 就是两个孩子把两男都摆给我们了 客观条件 女生是因为父亲年事已高 因为我是独生子女嘛 然后我小的时候呢 就是身体很不好 生了一场大病 当时医生和亲戚朋友都说 就放弃吧这孩子 当时我爸妈就迟了工作 就陪了我几个月到处 全国各地都跑遍了 直到我康复为止 他们也给我说了一个 就说毕业了就一定要结婚 就希望可以早日抱孙子 他们那么着急啊 因为是这样的 因为他们同龄的朋友啊 小孩都已经可以上小学了 然后我现在还没有毕业 他们就很着急 就像我妈经常看的 亲戚家的小孩就抱得不放 就很开心地跟他们玩游戏啊 就特别特别希望 我可以早点结婚 懂了 懂了 姑娘 压力大吗 想跟她结婚吗 就是她也跟我说过这方面的事情 她也顾虑到很多 可能因为这方面的事情 她也跟我 我们之间也发生了很多小矛盾 她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就是私底下她也会说 说咱们毕了业 就要赶快结婚 然后她说去了内蒙 说又怕人生地不熟的她 然后说可能就没那么快能结婚 但是你看我考虑到 咱内蒙有很多同学嘛 原先就是一起从外面打拼 这都不是问题啊 这去哪跟结婚是两件事啊 你们先回归到情感本质 你们俩情感没问题吧 可能也没有刚开始那么好了 刚开始那么好了 对 现在的问题出在哪啊 因为我比她大一睡 我就觉得很像现在那个 很多小学妹都很喜欢她 我就挺自备 因为我年龄比她大 我就会被那些小学妹 指点点就说老牛吃人草 因为我看起来比她大 年龄比她大 我就会担心她 她回了那边 我就不在身边 我就看不住她 因为她在内蒙也有 有一个前女友 前段时间还看到手机里有照片 万一旧情复来了 我怎么办 你还有这担心呢 对 你看这个事情 其实我跟她解释了很多次了 你说情侣分手了 就一定要做末路吗 我觉得不一定吧 你逢年过节的 大家群发一下祝福 还记得有这么一个人 至少那段感情 我学到了东西 我还记得 你看咱们两年多了吧 你见我什么时候 给她发过短信 或者说发微信 跟她暧昧 你还有说 你刚刚说那些小学妹啊 什么的 他们每次跟我聊天 只要一谈到说 什么感情 什么这些问题的话 我总会说我有对象 行 你跟前男友没联系吧 末路吧 对 你看人家多好 末路 既然咱们说到前男友了 我本来 我也不想说这个问题 我也知道她 前来对她的前男友 没有什么概念 但是她曾经暗恋 那个前男友七年 所以说给她留下的很多 那种伤害 都是比较大的 你知道吧 不是暗恋七年 有什么伤害 然后还有 她追的我 但是后来就是 又一直忽冷忽热的 因为我的那个 其实不算前男友 就是根本就没有谈过 只是把她当作是 偶像 一个偶像 对 我听明白了 那姑娘 你的父母这么想让你结婚 有没有见过他呀 没有 爸 是这样的 因为我之前 我跟我爸稍微提一下 我说我觉得 内蒙古那边的人 很热情 很不错 然后我就说 万一我以后 嫁在内蒙古去了 你会怎么样 当时我爸就 特别生气 他说你要是嫁那么远 你就不要认我这个父亲了 当时就气得高血压 都半了 那你父母又想让你早点结婚 又想抱孙子 你又没有男朋友 所以就给他安排相亲了吗 什么时候相得亲 两次了吧 去了吗 没去吧 去了 没办法被逼了 因为不去的话 我妈要说上几天几夜 就一个月都要说 她如果来到张西这边 我就立马跟我爸妈说 但是他又站那么远 我怕我爸再吃那个 你还去参加相亲 只是应付一下 跟我妈做个样子 但是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了 相亲这事你知道是吧 我跟他讲了 因为我怕他那个 有多心嘛 你同意了 向晚说的 我也是没什么办法 不是要不然你们俩分开吧 我就不希望分开吗 我就希望他来这边 就我跟不了他去内蒙啊 因为我爸妈这边实在是没办法 年龄实在太大了 也不适合内蒙古那种环境啊 而且我也吃不惯那个烤羊肉 什么喝酒啊 你去过吗 去过 而且我坐三十多个小时才去内蒙 我见过他妈妈 你妈妈喜欢他吗 喜欢 你过不惯是吧 对 吃不惯 羊肉那个味道 那个我不惯 那你们俩都做个选择题吧 你说 刘江西和跟他去内蒙 刘江西就意味着分手 你是跟他去内蒙 还是跟他分手 我还是放不下我服务 选不出来是吧 对 回内蒙 还是刘江西 回内蒙就是分手 你选什么 太为难了 什么 好为难 女生说好为难 男生也说好为难 他们应该怎么办呢 听听老师们的见解 一起进入秋彼策问卷 首先啊 两个人都是好孩子 懂得感恩的 知道父母养育自己不易 貌似是在和父母在一起 还是和爱人在一起的一个选择 其实背后 你们俩之间的爱情 根本就不够深厚 不够深厚到说我们一起看 找一个平衡点来解决这个问题 或者说我们定一个短期的计划 可能我们要忍受短时间的异地链 可能我们彼此在觉得熟悉 或者可以发展的地方去发展一段时间 因为毕业 其实第一个我们要考虑的是工作 是今后步入社会的发展 你的规划是什么 第二 父母的确不易 但真正的 父母对自己子女的爱 是让自己的子女更加的幸福 如果说你们两个表现出来说 你们俩在一起 甭管在哪 都会非常开心 幸福 并且能够孝敬对方的父母的话 我相信 父母是愿意放手 为什么说你们感情当中 是有很多的问题存在呢 女孩居然去相亲 背着她不知道去的 见到了不合适说的 如果你真见到了一个 马上就能跟你结婚 并且符合你的一些作用要求 同时你父母也认可的人 你是不是就跟他分手 如果真是 你的心里只有他的话 如果真的 你们俩现在的爱情很深厚的话 你怎么可能去相亲 不要把自己的父母 摆在你们的感情当中 作为一个借口 审视自己的感情上 出现了什么问题吧 同时百姓主孰轻孰重 不要把你们现在还并不牢固 并不深厚 自己都没有信心的爱情 去扰乱我们现在面临的 最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工作 学习 工作找到了 今后的规划有了 可能爱情的问题也迎刃而解了 如果实在是不行的话 让自己处一段异地恋 也未尝不可 既让自己 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和空间 去奋斗 去工作 也能让自己冷静地想一想 自己对对方的爱 是否足够支撑起 这短暂的一个空间上的距离 还是那句话 不要找任何的借口 来给自己的分手 找一个理由 我感觉 毕业期这回事 好像离我有一段距离了 但是我想要问你们 毕业到底代表什么意思 对你们来说 可能毕业就是 要不要分手的一个抉择 会不会异地的一个分水岭 但是我觉得 毕业对大部分人的意义来说 应该都是成长 我们等于结束了一段学习 要进入另外一个 更大的一个学校里面去学习 什么叫成长呢 我觉得 当你开始蜕变 当你改变了思考逻辑 跟做事的方法的时候 那个叫做成长 对小孩来说 如果他得不到一个玩具 他最方便的方法 就是哭闹吵 让家长怎么样都买给他 可是慢慢长大之后 我们会发现 我们再哭再闹 很多事 人家也不会从天上 掉下来给我们 我们必须要 想办法去争取 或努力去获得 我们才能得到我们要的 这个叫做长大 所以今天面临毕业 我看到的你们 其实并没有准备好长大呀 你们要的东西 都是 我就是要这样 我又要你跟我在一起 我又不想分手 但是我又不想去内蒙 我又要你跟我一起 我又不想去那儿 我只希望你跟前男友 不要再联系 两位有没有开始想一想 如果对方真的来了你的城市 那么他担心的父母 该怎么办呢 我先问男生吧 首先 我肯定是要 把自己先发展起来 把自己的可能说 这些条件慢慢地 尽快地提升起来以后 把他的父母接到这边 如果他的父母年迈 没有办法移动那么长距离 没办法过来你怎么办呢 这个的话就 卡住了 对吧 对 那我问女生 同样的问题 他陪了你的父母 那你认为他妈该怎么办 把他妈接过来 他妈若不愿意怎么办 我就是会先去他那边 跟他妈讲 说服他妈妈 对 如果你真的有心 想要进行这段感情 你该做的先不是说服他妈妈 是先说服你的父母 你得先有勇气告诉你爸妈说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我不去相亲 也许他现在在距离很远的地方 但是我正努力 试图让他可以跟我一起照顾爸妈 告诉他们 他的优点是什么 为什么你要选择他 如果你对自己的所爱 无法有勇气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迈出那个 让你们更幸福的第一步 也许换一个态度 换一个说话的方式 就可以让爸妈 在血压飙高的情况下 慢慢地听你说 这样的沟通才是解决问题 成长本来就代表选择 付出 牺牲跟解决问题 学会这一些 比今天你们是不是牵手更重要 女生姓图跟我是本家 还是南昌的 还是老乡 很孝顺父母是吧 父母是第一位的是吗 是 你那么孝顺父母 干嘛要爱一个内蒙的人 为什么要爱那么远的 你爱一个究竟的不就行了吗 当时在一起 在学校的时候 没想过那么多 所以说还是没有那么孝顺 我认为 你真正不想离开南昌的原因 是因为你曾经是 那样地纵容了一个男生 付出了那么多感情 在一个男生身上 他却对你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所以这一次 你再也不愿意 为了爱而远走千里去到内蒙 如果你再付出良多 再次受伤害的话 你会更加得不偿失 原因不是父母 是你不敢 可能真的是怕了吧 所以说还是因为 有情车事件告诉你 我不能对一个男人太用情 我更不可能 因为一份爱而远走 他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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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数五个数 看他们选择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几位前辈们说的话 我也听到了心里面 然后也考虑了很多东西 我觉得是平常的话 我会有一些懦弱的时候 可能会什么事情考虑得太多 我回去再说服一下我母亲 你的安全感我也会慢慢地给予你 还是希望你不要离开我 我也觉得这个戒指会有一些太早 我现在也不能给你什么承诺 我觉得就是我去了南昌以后 我也 来来来 请亮分 请亮分 还有礼物 还有礼物 成功复合的情侣将获得由 途牛旅游网提供的价值500到3000元 不等的旅游代金券 你们自己喊开始 自己喊停 好吗 来 你喊什么 好吧 停 恭喜你们获得了四等奖 1500元的旅游基金 还是那句话哦 想要开花结果要付出更多哦 谢谢两位 请回吧 加油 我希望今天我们三位老师 给他们做的生活的一些旗帜 能够帮助他们未来 更好地面对他们的工作 面对他们的生活 面对他们的爱情 接下来是一条来自天天圈的消息 下载使用天天圈 提出情感问题 就有机会得到 导师们的在线解答 并有机会在爱情保卫站的节目当中 得到图牛老师一对一的指导 使用微信摇电视 参与互动 点击左上角的宝箱 抽取现金的卡券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今天的第二对嘉宾朋友 他们遭遇了一些什么 请看 我跟他都是认识七八年的朋友了 我们做朋友的时候 我都不觉得他那么贪玩的 可是现在变了情侣关系 我跟他好像觉得 大家越走越远了 他比我大八岁本来我想找个比较成熟点的男人 可是他都交女朋友了 还是那么的肉丝 还是那么的贪玩 为什么我都可以为他改变 而他不能为我改变一下呢 难道我选错了吗 认识了七八年 是好朋友 可是变成情侣之后 却矛盾重重 老师们会怎么帮助他们呢 掌声请出这一队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徐35岁来自广东 是一名销售 女嘉宾小林27岁 同样来自广东 是一名前台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你好 老师 你好 你能先给我明确一下 对面这个女生是你的什么人吗 她是我的现任女朋友 你们俩认识七八年了是吧 应该很了解这个男人对不对 因为当时我们是同事嘛 大家都一起出来玩了 然后他对我很好 我照顾得很无微不至的 而且对朋友又很细心 久而久之我们就做了好朋友 因为当时我们都各自有大家的伴侣 所以我们都只限于自己是朋友关系 这个朋友到什么时候就变成了情人呢 其实那时候他开玩笑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如果两年后 你未婚我未娶 我们就在一起 当时我就觉得他只是开玩笑了 我就说 那如果这样的话 你先追求一下我 我看一下 你是不是对我认真的 他说这段话的时候 你们各自还有男女朋友吗 那时候没有 如果他有女朋友 我根本不会去 在意他那句话 那时候我也对他 挺感兴趣的 觉得他是一个挺不错的女孩子 也是想就是跟他有个发展 我一直都有留意他的表现 他对我都是无谓不知 有一次我生病了 他晚班下来就马上跑到我家 然后非得带我去看医生 那时已经很晚了 都晚上一点多 然后他明天还要上早班 所以我就被他感动了 我觉得他比我大那么多 比较懂得照顾我的 所以我就跟他在一起了 听起来这段感情 倒也有水到渠成的意思 一直在观察 在了解对方 为什么在小片里说 变成了男女朋友之后 反而你觉得不好了呢 大家做朋友的时候 他对我真的很好 可是做男女朋友 很多的那些缺点 都会表露出来 我越来越不能接受 他以前那么泰玩的 现在有女朋友了 都想成家立业的时候 还是那么泰玩的 我都为他改变了 你为他改变的是什么 因为那时候 我们大家都很泰玩的 所以他说 我们不要那么玩下去了 大家年纪都不小了 我们好好计划一下将来 可是他只能水说一套 然后他做的又是另外一套 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 他还是没有改变过 而我为他我改变了很多 我现在都基本上 我朋友叫我出去 我都不出去了 朋友一叫他就出去 对啊 就他现在还是一个星期 出去四五天 天亮了四五点才回来 你们的家人 知道你们俩的这段情感吗 知道的 对你们俩这个 要不要结婚这件事 家里面有没有压力 因为当时我爸妈就说 你找个男朋友比你大七八年的 然后比较会懂得照顾我 比较成熟 可是我现在觉得我越来越不开心 就好像反过来是我去照顾他一样 你现在跟他 就是觉得他有问题 就是他贪玩是吗 对将来没计划 而且异性朋友比较多 异性缘特别好是吧 对啊 就是反正不是男的就是女的 刚才女朋友好像有诉一堆苦 说你对未来没有计划 那你对未来有计划吗 也不是没有了 就反正车啊房啊那些 其实我自己也有准备嘛 问题就是说 他觉得我比较贪玩啊 一心缘比较多一点啊 有一次我跟他出去嘛 他朋友生日 然后我们一起出去唱K 他听了个电话 然后就跑人了 就把我拉到一边去 然后我追着他 我一直在后面跑着 然后他一边听电话 一边的一边走 我说好快我追也追不到了 然后我追到那里去的时候 他居然跟个女的搂到一起 他好像简直当我透明一样 那次是因为我的一个好朋友 其实他也认识了 不过跟他不是很熟悉嘛 对方就是说不开心啊 因为感情方面有问题 然后叫我过去了 你给我们解释一下 怎么就他在你后面追 你还报了 其实是因为我的朋友 他是喝多了 然后我是只是扶了他一下 那为什么喝多要打电话给你啊 我们那个地方 也是比较近他的那个地方 然后现在也资讯很发达嘛 通过那个微信啊 就知道对方在哪个位置啊什么的 那他干嘛要搂着你呢 我是女孩子耶 我看到我男朋友 跟另外一个女孩子 这样子的举动 我不多不少我会生气啊 因为我在乎他 对你应该生气啊 对啊肯定生气啊 可是他 你受不了就应该走啊 可是你还瘦了 我怕我走了他们会做出更过分的 所以我一定要在这里看着 你还得看着啊 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多吗 这个是他跟女性朋友的事 我记得上一年我生日 他本来约好跟我吃饭的 那天他足足迟到四个小时 我给他打电话 他都不接的 要不接了电话 就是再找接口 因为那次是 就刚下班嘛 然后同事就叫我出去啊 因为工作方面有压力嘛 就是想放松一下自己 然后我看时间还早 因为我当时候约他 大概是八点九点钟的时间 然后我下班呢是四五点嘛 然后我就可能是磕了一点小酒啊 然后就就吃了 就是你在这个生日的排序上面 是先哥们儿先聚 聚完以后再帮女朋友过生日 他就是对朋友比对我还好 我永远都不放男的几位 现在才明白啊 所以我不甘心 我觉得好委屈 对吧 跟你在一起六七年 没有男女朋友之前 他对你也挺好的 很体贴是吧 就追到手就不一样呢 你想娶他吗 想啊 因为打算什么时候娶 一年左右吧 他本来就跟我说了 大家好的话就一年左右结婚 我现在都跟他交往一年多了 我还要等多久 多少个一年呢 因为就是我的经济基础不是很好吗 你跟他不是说也有房也有车吗 那只是很基本的 你还要怎么不基本呢 起码就算他不工作的话 我也可以养活他 你希望结婚之后他做全职是吧 对啊 你愿意吗 我不愿意 因为他现在都可以这样忽略我 不理我了 到时候如果我在家的话 我就变了一个黄面婆 但是也 就是 我以后可能结婚啊 或者是有孩子的话 我想我不会 这么贪玩吧 你分析过吗 就是为什么现在你这么贪玩 可能是习惯嘛 然后我自己也跟他会吵架 说我迟到啊 今年就过年嘛 然后他跟他父母约在一起 我也迟到了 第一次跟我父母见面 他居然还迟到 因为当时我是想去准备的更加好一点啊 比如说买一些礼物啊 然后就是在广东那边 其实在过年的时候 也是会很塞车这样子 你是做销售的是吧 对啊 你要跟一个特别大的客户约好了 你会迟到吗 这个不会 那也塞车呀 为什么跟客户就不迟到呢 这会提前做 为什么这个会提前做呢 就是他对我不丧心嘛 你想嫁他吗 现在 本来我对他就是很 就很喜欢 都打算 就是我跟他接受他的那一刻 我都是认定他 我才跟他在一起的 然后现在他 每次都是把朋友放第一位 我放最后 又那么贪玩 对加拿又没计划 所以我在想 我应不应该再继续跟他在一起 各位老师 你们看看 女生应该何去何从呢 男生该做哪些调整呢 我们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男孩实际年龄 是比女孩大八岁 是吧 同看是三十五 我觉得顶多也就二十五 喝酒 异性朋友多 对未来没有规划 爱玩游戏 现在所有的表现 其实你完全就是一个单身状态 玩的时候你们俩相处得非常好 对 但不好意思 那会儿你在他眼里 就是一个异性的朋友 你如果当时喝醉了 他也能接着电话跑过去 然后扶着你 因为现在你的状态 已经是在考虑说 我们今后要生小孩 对 我们要之前要结婚 我们可能很快要去领证 但他呢 还在想说 有了小孩之后 我可能会不谈玩了 错了 这个证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两个人的责任 意味着你要承担一个家庭 今后是一个丈夫 甚至以后是一个父亲的责任 你现在有吗 现在还在贪玩 还在贪恋 外面那些花花世界 但是可惜 你的伴侣 他已经不想这样 所以 等你心智成熟起来之后 你才能有权利说 女孩 我们一起谈婚论嫁 小徐 刚刚 你对面这位 你所谓的现任女友 不断地在控诉 她受到的许多委屈 我直说 也许你真的没有任何 对不起 我都记得了 一位老子 我都不知道 我都记得了 刚刚 我都记得了 我都记得了 如果我over 我都记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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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都记得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喜欢一个人就是做这些所谓无所谓的事情 比如说我担心他马上就会死了 他马上就会病了 我吃饱的时候他饿不饿 我穿暖的时候他冷不冷 我高兴的时候他悲不悲伤 我寂寞的时候他孤不孤单 其实爱情就是做这些无聊的事情 但我相信你可能从来都没有想过 所以我很难相信你是内心真正的爱着 在回归家庭的责任感上 男人总是比女人要更晚一些 除了男生的智商水平 对于家庭的责任感 还有社会的一些诱惑 男人总是要晚一些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在想 一些男人为什么总是喜欢游戏人间 却不愿意结婚呢 无非是他不愿意放弃自由 他害怕承担家庭的责任 我要是结了婚 我不可能晚上想出去溜达就出去溜达 我要是结了婚 我就不能说 想游山玩水就游山玩水 我有了孩子 就不可能在房间里抽烟打游戏等等等等 但是我想告诉男生的是 你只看见了婚姻的负面 就是你要去承担责任 从此会放弃自由 你只看见了婚姻的负面 董事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众朋友来扫一扫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迎娶由私部集团提供的精美礼品 更多的大奖等您来拿 下面的时间就是这对情侣自己户土中长的时间了 一起走进柔顺拉方黄金60秒 因为我之前经历过很多事情 然后自己也贪玩 觉得结婚 倒不如去做一个浪子 然后刚才听到老师跟我说的话 嘉宾跟我说话 然后我也在想那画面 如果我没有你 如果有一天生病了 我出意外 我或许 就只能一个人孤单生活 所以我希望你可以给机会我 我不是 刀印不应该再给机会你 他这一段 很感人 就突然之间他会死掉 或者他会生病 你想了这事是吗 以后多想想这事 你就会更在乎他 我就老想这种事 所以我就老想 我一定要死在我老婆后面 这个事其实挺无聊的 但其实有的时候想一想 就是人就是这么一辈子 谁把两边 来 请关门 曾经是朋友 后来是情侣 朋友做得好 情侣做得有点苦 所以好矛盾 人的情绪还是挺复杂的 人家自己怎么想呢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对不起 我不应该忽略你 来来来来 站在这儿来吧 请 恭喜你们获得了由 四部天使之妹提供的 精美的面膜 他们的广告语挺好的 叫给你想要的美 来掌声请出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帅 帅 帅 谢谢 这个可能是个道具 怎么了 可能我不知道 这个是道具还是什么 其实不是我的 但是我以后会买一个更大的 这个是道具 这不是道具 这送给你们的 真的吗 好吧 不是 等等你还买大的吗 我刚才听你说要买个大的 对啊 我也听到了 他喜欢大的 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 留给你们自己 各位 我们一起来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其实我在 我真的很紧张 然后我觉得 现在如果 帮了这么多人 然后我跟你说 你愿意嫁给我 我觉得是很倉促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知道 有很多事情 我要去准备 我只想对承诺 我是真的很喜欢你 然后 希望以后 永远的可以有你 跟我在一起 我愿意 亮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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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复合的情侣将获得由 胡牛旅游网提供的价值500到3000元不等的旅游代金券 你们自己喊开始和喊停 你说吗 开始 停 恭喜恭喜啊 祝你们幸福 好吗 谢谢 好的 谢谢你们的到来 请回 加油 祝你们幸福 看着他们俩手牙手牵手幸福地走了 我们只能祝他们幸福了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老图有话说 天天圈一位朋友提问啊 有个男生很喜欢我追了我两年 可是我真的不喜欢他 朋友有说让我们在一起 可我觉得要是那样才真的伤害了他 那样才不尊重他 也不尊重自己 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尊重是坦诚 你的坦诚或许会对他造成短时间的伤害 但好过你错误的行使你的善良 导致两个人长时间的伤害 做人不能专简好听的事说 我在这就说过很多不好听的话 但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 你也有你的责任 感谢天使之魅兵魔冠名本节目 感谢屠牛旅游网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要旅游找屠牛 屠牛旅游网提醒您 节目直播期间打开屠牛APP摇一摇 摇出百元红包 本节目由拉方柔顺喜发录特别赞助 在这里感谢拉方柔顺喜发录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请不吝点赞助